就在近日 以色列斯皮尔公司 推出了一款新型无人机 叫尼诺斯克103 能由潜艇在水下发射 在空中飞行近一个小时 可以为海下潜艇提供 优秀的侦察能力 说到这里呢 大兵不禁想起了 美国近些年来发展的 那些潜射无人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呢 美国便一直加大 对潜射无人机的研发力度 那么美国的潜射无人机 美军都研制了哪些潜射无人机呢 研发潜射无人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潜射无人机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别急 咱们接下来一起往下看 美军最早的潜射无人机 是由洛马公司和诺格公司 联合开发的海上搜索者 潜射无人机 它在1996年 从阿什维尔号潜艇成功试射 潜艇呢 可以在潜航状态下 伸出天线对无人机进行遥控 这也是世界上首例潜射无人机的尝试 到了1997年 美国海军又提出了 俄亥俄级核潜艇的加装计划 主要由洛马公司和通用动力电船公司负责 要求研制可以从俄亥俄级潜艇发射的潜射无人机 不过该计划由于无法确定改装日期而被腰斩 到了2002年 随着四艘俄亥俄级潜艇改装巡航导弹核潜艇工作的开始 再次被美军重新提起 到了2003年 DARPA再次和两家公司签署合同 让其对提出的潜射与回收多功能无人机进行可行性研究 后来随着MPUAV项目的开展 洛马公司率先提出了如此无人机的概念 该款无人机采用涡扇推理设计 整机机长5.8米 驿站4.86米 全重4.1吨 拥有453公斤的载荷 极限航速可以达到880公里每小时 最高飞行高度10700米 最大作战半径为900多公里 能够持续飞行三个小时左右 时间来到2007年11月中旬 美国海军一艘洛杉矶级核潜艇 在大西洋海域搭载了如此无人机进行试飞 这也是美国海军核潜艇第一次无人机弹射试飞 不过由于该无人机不具备水下航行的能力 而且必须由潜艇释放ROV进行回收 回收过程中还会破坏潜艇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后来由于资金短缺 该计划就被无限搁置了 2011年美国海军再次计划 将Airway Remington公司开发的弹簧刀无人机 研制出一种一次性潜射无人机 大家没想错 就是美军援助乌克兰的那款 为了该项目的进行 美国海军专门委托了雷声公司 开展了潜艇超视距建制能力项目 后来雷声公司便制造出了一种 用于潜艇发射弹簧刀的水下运载器 在机体数据方面 原版的弹簧刀是一种小型无人机 整机全长是0.6米 重约2.5公斤 2012年美国海军通过潜艇发射了弹簧刀 机上安装了传感器和数据链设备 其控制软件与潜艇的BYG-1作战系统集成 以此让潜艇在水下可以直接操控无人机 或者由无人机自主飞行 在飞行过程中 不断向潜艇传送传感器和通信系统的更新信息 从而完成侦查巡逻远程监控等任务 后来基于弹簧刀的设计经验 Aerraway Remnant公司又于2015年制造出了 黑翼小型低成本无人机 该无人机是海军AWESUM项目的一部分 能够用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 第三方发起的超视距攻击 而且黑翼无人机在完成任务后 还具有自动销毁的能力 根据美国政府合同网站在2021年3月10号 向外公布的有关潜射无人机系统项目的 征求意见书可以看出 美国海军已经计划为潜艇部队采购多达120架 最新型的黑翼10C无人机 首架的黑翼10C预计会在2021年8月交付 剩余的黑翼10C则会在2023年5月全部交付完毕 由此可知 美国海军正在进一步加强 有关潜射无人机的装备力度 致力于大幅提升自家潜艇等水下平台的作战能力 作为目前美国海军潜艇部队中装备的 首型潜射型无人机 黑翼一直在被不断的升级 大兵在此呢 只对其最新型的黑翼10C的性能 相关测试等进行分析 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该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以及它对于美海军海上作战模式的改变 所发挥的作用 在机身数据方面 黑翼10C整体机长0.68米 翼展0.5米 重约1.8公斤 由无人机尾部的电动马达实现驱动 由于噪音极低 所以不容易被探测 机头配置了红外盒光电传感器 应用了GPS 惯性组合导航系统 而且可以利用安全数字数据链 与潜艇实现通信 从而提供目标信息 执行ISR任务 此外它还能配置武器为潜艇提供额外保护 在同一区域 同时操作多架黑翼无人机 在发射方式方面 黑翼无人机可以折叠存放在潜艇对抗装备发射管 或者是万用箱中 之后由攻击弹道导弹和潜艇 无人潜航器发射 另外也可以将其置于密封的装置当中 由垂直发射系统直接发射 或者根据预定的时间进行发射 而在航程与续航方面 该无人机的作战范围大约在10公里左右 续航时间足足有15分钟左右 并且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 可以搭载不同的任务模块 以此执行多种的作战任务 总之黑翼10C可以作为跨区域指挥控制的中绩 能够连通水面舰艇 水下潜艇与无人潜航器 以此提升美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还具备与同一区域内 同系列无人机的互操作功能 不仅能极大的提升 对敌方作战舰队的态势感知能力 还能够使己方潜艇 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潜望镜与声纳 并且可以改装为巡航飞弹进行反舰作战 或者是改装为电子战飞机 提升潜艇的反潜和反舰的能力 自从黑翼无人机面试以来 美国海军便开始持续对黑翼无人机进行试验 后来在2019年 利用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安纳·波里斯号 成功试飞了一架黑翼无人机 在测试期间 美海军从前望镜深度发射了黑翼 将其控制在重要的超视距战术范围内 然后由黑翼对假想敌 查尔斯顿号滨海战斗舰进行侦测瞄准 进而引导实施了模拟鱼雷快速攻击 与此同时还能够使己方的潜艇保持足够距离 从而规避敌人的探测和攻击 据美军宣称 黑翼无人机已于2020年初步具备作战能力 不过美国海军对于该款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构建目标 应该不限于利用其提升潜艇的态势感知与攻击能力 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 使其能够形成风群 拓展自身的作战能力的同时 还能作为网络节点 实现多平台跨域联合 另外根据2020年10月 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 所发出的通知可知 美国海军需要直径为3英寸的SL-UAS 以此来增强传感器通信和网络安全能力 并且还需要能够由美国核潜艇舰队的 3英寸信号系统弹射器设备发射 续航能力至少可以达到一小时 可以自主飞行 能在试距内的无线电范围内进行操作 还要具有利用256位加密数据电 实现先进加密通信的能力 由此可以推测 未来升级版本的黑翼无人机 或者其他新型潜射无人机 很可能会实现至少一小时的续航时间 以及加密通信等 还是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上浮式有效预制载荷项目的组成部分 UFP项目主要目的是研制出 可部署无人驾驶且非致命的分布式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在深海海底预设隐身密封舱 一旦其附近发生威胁时 就会远程激活与释放密封舱 使得密封舱漂浮到水面 进而打开并且释放其中的无人机 早在2016年的时候 美国海军曾在一次年度海军技术演习中 由斯帕顿公司利用其所开发的 海上载荷投送系统 成功试飞了一架黑翼无人机 遗憾的是 从此之后就没有见其更新进展了 通过以上信息可以推断出 虽然UFP项目的研究 有望基于黑翼无人机的多任务能力 通过提前部署深海节点的实现 进而极大的增强美国海军的海上作战力量 以此实现更为高效的执行多种任务 再加上与现有的友人 或者远程无人海军装备相比 成本也是极为低廉 但是此项目启动多年 进展依旧缓慢 大兵猜测 大概率是其尚未解决如何触发发射器 如何使直升机升到水面 以及如何保证海底深处的 持续电源供应等技术难题 所以将黑翼无人机作为深海节点 以此实现实战部署还需要一段时日 不过该计划的相关研究思路 确实再次走在了世界前列 不得不说 鹰匠的脑洞是真的大 其实前射无人机最大的技术难点 是其发射技术 大兵总结了各国前射无人机发射方式 基本上可以分为水上发射和水下发射 首先水上发射是指在 潜艇处于上浮状态时 利用与路上发射箱发射方式类似的做法 将无人机直接发射出去 另外呢 也能够通过模块化维杆等升降设备 将无人机或者发射装置 伸出水面后再发射 虽然说水上发射技术难度较低 缺点呢 却很容易暴露潜艇 所以近几年来 已经基本不用了 而水下发射 则是指潜艇在较深的前身状态下 直接从水下发射无人机 不仅可以保证潜艇的隐蔽性和生存力 也是现今发射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该发射方式根据封装形式的不同 能够分为湿发射和干发射这两种 其中湿发射便是不使用密封的运载器 直接以裸机的形式在水中航行 此方式一般需要进行水密处理 至于干发射则是将无人机装在运载器内 然后运载器从潜艇中弹出并在水中航行 一直将无人机运送到水面 然后再发射成空 至于潜射无人机的发射装置 理论上来讲呢 潜艇上的任何外孔道 基本上都能够成为 潜射无人机的发射通道 美国海军设计出的潜射无人机发射装置 就包括了导弹发射管 鱼雷发射管 对抗发射系统 通用模块式桅杆 以及垃圾处理单元等等 目前美国海军列装的大多数潜艇 都设计有类似的发射孔 所以理论上呢 都拥有发射潜射无人机的能力 而在回收方面呢 潜射无人机可以分为 水上回收和路上回收这两种 因为战术使用等缘由 大多是采于水上回收的方式 其间呢 潜射无人机可以使用其他无人机 普遍采用的伞降方式 然后通过设备的回收伞 控制机构等进行回收 如果是水面回收的话 还需要配备可以使无人机 降落在水面后的漂浮系统 里面包括使用密封结构 防止延误海水的侵袭 另外 如果需要回收到潜汽内 还需要解决机翼的再次折叠 以及捕获 对接和拖液等问题 比如说美国海军的如此无人机 便是在完成任务后 飞到指定的回收点上空 在关闭发动机密封进气道 以及排气桩之后 打开降落伞落入水中 漂浮在海面上等待回收 之后潜艇就会发射一台遥控航情器 通过声纳发现无人机 并将缆绳系在无人机的回收绳上 最后拖液回潜艇发射管 不过现今各国当中呢 就算是最为成功的黑椅 在内的大部分潜射无人机 基本上采用一次性使用的方式 无需回收 这种方式呢 不仅可以极大降低无人机的研制难度 也使其造价相对较为低廉 第一便是情报 真视和侦察 目前的潜射无人机 已经可以执行全天候的ISR任务 因为在无人机升空后 拥有着潜艇无法比拟的高度优势 再加上其较高的航速和较远的航程 能够极大的弥补潜艇侦察设备的距离限制的同时 还能进行更大范围的侦察 以及抵近侦察 包括搜集前望境市区外的战场环境信息 对目标进行跟踪监视等ISR工作 以及对目标的毁伤效果进行评估等等 第二引导攻击 利用潜射无人机的目标指示和侦察探测能力 可以引导潜艇对敌方舰艇 空中目标 陆上目标进行攻击 同时还能避免潜艇使用自身探测装备导致的暴露 既增强了潜艇的隐蔽性 也保护了潜艇安全 另外配备战斗部的潜射无人机 还能够自主对空中和水面目标进行攻击 或者是组成无人机风群进行编队作战 第三电子战信息干扰 这是利用了潜射无人机的机动和突防能力 可以近距离对敌方雷达实施较强的干扰效果 与此同时 无人机还可以搭载并投放多种类型的干扰装置 比如说安装通信干扰设备进行光电对抗 或者是将无源干扰设备投放到预定区域进行无源干扰任务 最后则是协同作战能力 采用卫星或者通用数据链终端 潜射无人机能够与战场信息网络互联 从而担当海上网络中心站的重要绝点 让几方单位共享其获取的目标信息和战场态势 以及潜艇平台的相关信息 从网络中获取与平台协同作战的相关信息传输到潜艇上 进而保障作战指令和情报信息 能够实现指挥中心、岸上基地、水面舰艇以及潜艇的无缝传递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升潜艇与水面舰艇 潜艇与飞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总结来说 未来世界的信息化战场将包含海、陆、空、潜等多维网络 潜射无人机拥有实现远程以及高精度打击与探测的能力 能够极大的提升与拓展核潜艇的通信、电子对抗 以及态势感知等能力 现今的黑翼无人机只是美国海军潜射无人机系统领域的研究方向之一 相信在未来 美国海军必将基于SL、UAS等项目 进行不同层次的潜射无人机的研究 并且装备于不同潜艇平台进行测试 以此进一步提升美国海军在海上 特别是高威胁区域的作战能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认为潜射无人机对潜艇的帮助有多大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 如有披露也欢迎各位指出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